這是一條循著這些考古的線索所發展出來的路徑 這些遺留下來的殘骸 跟著泥土石塊一起被埋到了地表底下 然後才化成這個考古場景裡面 一片一片的物質碎片 這些考古學家的工作 雖然很科學 但其實也很失意 他們用當代的技術 然後非常專注於這些很細微的物質碎片 他們就是用這麼有線的線索 一個物質跟一個物質 去想像一個超越我們經驗的 一個很巨大的時空